大家好,我是泰瑞,今天打来一期拳皇97屠舌版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梅河口老张大战,梅河口大哥 双方都是首发金家帆 其实梅河口老张的金家帆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手术超快,看大哥能不能挑战上攻 开战的话,双方均有套招 并没法的主动进攻 好,老张发动第一波进攻,但是收效甚微 第二波进攻马上开始 这一波打中了,打中以后打晕大哥 然后连续的飞翔叫空中天空 叫啊啊啊啊啊 就这样结果掉了大哥 那么进入到第二局 其实兔舌版啊,他是非常吃手速的 因为他每个招式硬直都特别小 你需要有超快的手速来驱动他才可以 这一局呢,金家帆又是一个修Kemo 起身一跳 后面连续的几个后撤 使得特瑞并没有敢向前移动 后面看特瑞该怎么办了 特瑞一发倒有地板的顶飞 落地大广蓝并没有打到 这样的话老张在角落有点不敢动 一跳就被顶飞起来 而且特瑞的这个到尾T顶得好高哟 金管掌后面该怎么突破防线 突破这一层包围 哇又被顶飞了 连跳三次就被顶飞三次 可见大哥的预判能力是超强的 使得金管掌没有用武之地 你看老张的特瑞 大哥直接爆气 爆气之后准备打超杀联嘛 随时提应对 这是有霸体的 我们双方军不敢主动出击啊 这样的话就非常焦主 不妨拼一瓶试一试 怼一怼 怼到咱们就是胜利 但是想抓一个高 少年招太难了 因为说防御都特别好 互相了解 毕竟都是来自没合口 甚至主力都差不多 可是最后一个主力有所不同 老张省一点血了 一滴血带来一个轻攻击 闪身闪身你就输了 下面看老张下一个角色了 老张的草剔星 第四个回合 草剔星也是一个超强角色 他拥有一套带子的连技 在突刷中 只要你手速够快 其实哪个角色都可以玩得很棒 草剔星就开始了 这气势无视凯 节都掌握得很棒 荒咬两世戒无视 大哥最后一个角色也要登场 索封就这样来到第五局 第五个回合大哥的安迪出马 好安迪先后撤一把 占影拳 都去占影拳 占影拳 占里去占影拳 哇 这个占影拳好变态啊 空中一脚踢飞 超杀恐怕烈毯 超杀恐怕烈毯 我们来再谈 第二局 双锋再次首拼金家帆 看来谁都不服谁 看谁的金管掌更溜 谁的金管掌更秀 这就是拼手术的时刻了 击飞之后 空中跳一飞向脚 飞向脚 飞向脚连续 飞向脚 超神手术又出现了 大哥表示很无奈 确实很无奈 哎呀 但是老张出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并没有把大哥给一套带走 先你看老张后面 再来怼一下子 好 起身跳 飞燕斩 飞燕斩 双方真有飞燕斩 老张后面 稳住 飞向脚 哎呀 起身又一个 中了一发飞燕斩 没办法 大哥还是以失败搞中 挑战金馆掌总是不成 你们看特瑞的 毕竟老张这个金馆掌 在圈内也是可圈可点 哇 双方碰了一招线 特瑞发动猛攻 后面特瑞啊 再把他刚了回去 其实啊 这个版本直接 给他修给摩 哇 差点又被连了 这飞翔脚很吓人啊 但是现在金馆掌 好像也不敢乱跳啊 一跳就可能 被对面的 倒月梯给顶起来 特瑞也 不敢发育进攻 发育进攻 嗯 这几波碎尸体 并没有什么用 都被防下来 好的 对空打中 挑一手飞翔脚 旋风团 一波操作之后 双方动作 低空的一个操作 也可以看出 但是还是被特瑞 给一个旋风队对到了 一个碎尸体对到了 好吧 接着看第三个回合 老张的草地精来了 现在老张 草地精直接荒摇 怼过去 再来一发 特瑞套旗下 反草地 再寻找一个机会 哎呦 起手之改 后撤一把 咦 就是这样 不断的形成循环 炒地精后面 该怎么办 起手之改再怼一下 特瑞碎尸体 又来了 起手之改 你摸我一下 撂倒了 撂倒以后 特瑞这个暴击状态 还能不能使用上劲呢 哇 先蹬一脚 CD 闪身以后碎尸体 可以 稳住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稳住 好 特瑞闪到背后 给一个轻攻击器 是不是该再受到上天子 好可爱 哇塞 这场居然在连续的小招中结束了 谁也没有抓到大的伤害 而且时间都快没了 第四个回合大哥的安迪 能不能大显身位 暗地直开斩影拳 斩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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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斩影拳 居然把对面斩破防了 连续推背斩影拳 好吧 老张对这招斩影拳也是无能为力 除了闪失和钢CD 好有办法 他连续的斩 这个回合老张的特瑞 碎尸体也是硬怼了过来 大哥稳住 又是直开斩影拳 你来我就钢CD 血神安定后可能再钢 哦 大挂了怼到之后 没有打什么大的伤害 现在安迪 斩影拳 随时提 斩影拳 大挂来取向之哈 好犀利的招式啊 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招式很搞笑啊 老张拿一分 现在我们进行到了第三局啊 从前两局的比拼 我们可以感觉到双方是势均力敌 技术在五开的一个层面 先老张 哦 这局大哥的手术也上来了 但是老张 防住以后 他能不能成功的发起攻击 大哥的钢CD还是挺频繁的 哦 修击摸 没有跟上 手术没有跟上啊 连踢失败 这两个金管长就是一直修击摸修击摸修击摸 像飞一样 飞一般的操作 好 中招了 这局大哥啊 还是没有飞到 稳定性有点差啊 这个金管长 两次机会都浪费掉了 又一次机会没抓住 怀炎斩 九秒时间 九秒时间 老张没有了 还是被大哥给拿住了 毕竟大哥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第二个回合老张的 草蹄精 草蹄精先来一个后撤 金管长现在下回两点 啊 修击摸修击摸修击摸 大哥修起来了 哇 飞烟斩取消 晕掉之后再来一发 哇 大哥终于修起来了 终于找到手感了 老张也剩一个特瑞了 但是这个手感来的并不晚 毕竟比分现在是一比一 如果这一局很成功拿下特瑞 下一局估计会很快 金管长直接修击摸 这就要开始了 哎 特瑞也不是吃素的 特瑞也可能要把金管长给一套带走了 晕掉晕掉一套 完蛋 哎 大哥也剩一个人了 啊 也剩两个人了 大哥金管长是首发 搞乱了搞乱了 接着看大哥的特瑞 特瑞直接暴击 冲拳破冲拳 啊 碎尸体打空 哇 完了 老张完了 现在大哥啊 复一个比较优势的状态 因为他拿到第二分了 这一局 老张在用金管长来对战大哥的金管长 看来今天大哥的挑战有可能会成功 修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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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来越嚣张了 这金管长 阿达 老张有点不稳修给吗 修给吗 大哥要对 对方表示啊 我也是技术超强的修给吗 修给吗 哇 我比你还要修 老张的金管长迎来了挑战啊 你们看老张下一个角色 第二个回合老张的草屁精 好 准确先后车一把 再后车 金管长已经发修给吗 开起来 好 连续几个例回 虚晃的比较漂亮修给吗修可吗又点到了 哇 看到这个金管长修给吗修给吗就感觉特别爽 那么老张上一点血 大哥并没有把他给一套带走 但是老张的节奏 有点被打乱了现在在角落不敢乱动了 那现在正是大哥进攻的最好时机金管长哎呀 修给吗又一个飞翔脚 接着看老张最后一个特瑞吧 第三个回合 这局大赚能不能三比一拿下呢 我们什么一代 要穿三吗这是 好闪过去 中断差点没连着修给吗 好再来 这些看完呢穿三不了了 特瑞指定把他给一套搞晕晕掉以后再看完呢 哎呦没打死 没打死金管长也没有机会了 被碎尸体给顶背了 你们看大哥下一个 特瑞 这个特瑞首先开冲拳冲拳连续冲拳 这冲拳这么快的吗 确实没有什么硬直啊 令老张有点难受 哎 碎尸体打到了打到老张也 没有一套带走 这个高度不太够 大哥找到机会了 看完蛋看完蛋 哇再来 三比一带走